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人在走向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就是说你在冲冲工程到一个真正的行走 开始走向你 其实每个人都要经过一些痛苦的抉择 或者你没有经历过磨难不可能 就是那种 然后等你走完了你回来发现 也无所谓 其实无关乎 那个事是谁造成的 或者是什么风华学业还是什么 这不关乎那些东西 真的是你必须要有个痛苦的 嗷嗷 嗷 嗷 就是那种痛苦 或者是那种患得坏事 那种痛苦 那种堂皇 那种失落 或者是失望 或者是尤其情感这方面 你其实是很 就是因为你最终你 当你知道情感不可得的时候 在宇宙里面 佛说一切不可得嘛 其实人就会觉得 太无情了 天地啊 就是觉得这人力的情都无情啊 无情啊 天地无情啊 因为不可得 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你那么美好的东西 你的心灵那么崇敬那么美好 渴望回报啊 渴望有美好的回报啊 在这一块所有的人都会最后绝望的 你很难去放下这份美好的东西 越美好越放不下 你去放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绝望是可能的 绝望 最后绝望了 绝望了 冷了 然后突然又开始平等 绝望 冷 绝望 然后平等 翻回来平等 然后温暖 爱就又开始了 但这时候这个爱就开始了 这个爱是不可消失的 而且你会发现 它会温暖你 而且它里面没有任何邪的东西 叫情也罢 叫欲也罢 叫什么都是真的 就不再是 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在 哪怕你在做这个世界 任何跟别人一样的事 你都不觉得自己在有染污 你都不觉得自己是染污 但是经历过那样一个过程 否则你自己会晃 你脚不跌跌的 你的重心不稳的 你会晃动 然后你就觉得有罪恶改 有自卑改 在里边患的 会使你一大堆问题 甚至修学人觉得 哎呀他是协业还是造业 他在里边晃啊 不自信啊 然后患得患失啊 纠结啊 失望觉啊等等 他在这里边 每个修学人都要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每个人都要 都要有一个舍离 舍离是一个很痛苦的历程 就是痛的 就像剥落 就像退这个人皮 就像退一个壳 就是蜕变成一个蝴 蜕变成一个蝶 或者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重新重生 在情感里 这个重生是 肯定要经历一些磨难的痛苦 男的跟女的经历的可能不一样 甚至一种磨难的痛苦 就像久远的等候啊 就像得开说哎呀我好像没那么痛 但是你一种冷漠 或者一种好像很长时间的揭 就是这个长时间里面是没去的 就是无趣的那种枯燥的 无趣的这种揭 一直一直一直拖了好长 你知道这也是苦难吗 每个人的苦难不一样 因为功德福报不一样 因缘不同 所以你会带来不同的苦难 那心是一样的 里面你自己在内心深处 就没有太多的泄花 那是功德和福报利他的 你里面就开了太多的花 开了太多的脸 开了太多的东西 所以你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 也是私情怀疑的 还一直弄不功 但是如果你自己在里面 啥也没做 做了两两 跟我八炒 那你就是枯燥的 一直在往前走 就是每个人看 看你在你的世界中了什么 你曾经在你的世界中过什么 如果你只是 什么也没太中过 一片空白 那你将来就很枯燥你的修行生 每个人还有就是受了一些 有时候伤害啊 或者是就像小沙 以前就像沙漠一样 沙漠啊你知道 就是那是一种 就是在情感 剧烈的一下子 进到一百度 可能几天 冲到一百度以后 缝灰 就是缝燥一下子毁灭了 毁灭以后 一下子落下来 以后就是烧毁了 就像那 灰草 然后就像沙漠里边 冲草不生了 就是那些 或者在情感上 他就是亲情也罢 又亲也罢 就生活也是创生 自命的创生 那些东西都会在他身心 留下很深的印记 那些东西要再 再翻回来 再回冲 其实蛮难的 如果带着欲望 给洗气走 其实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痛苦 然后再重新 在沙漠里边 底下有 喷雪喷出来 有暗流涌动 哇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就开始回暖了 沙漠就快便利着了 就开始 这时候 就是 宁静啊 平静啊 清静啊 喜悦慢慢回来 就开始了 就是 沙漠里边有了水了 但那啥也不是 不要定论 因为休息 就是你的状态 到了没能看出 不是说大家不在休息 但真不在岛上 不好意思 你都在打仗 没那么多时间 但有的人就要得了他们 你们都在休息 但是每个人要经历一段时间 有时候就是那种 无奈 无聊 枯燥 久久不得知的那种 不得到 看不见人 就是那样子 就觉得好像都没什么可休 杂羞也就这样子 不是那样子的 是没到 没到废典 还没到达 你还需要把涉 就像在平原上 冲草不争的那种 贫瘠的土地上 把涉 贫瘠的土地上 知道自己没中 谁知道 资料到啊 那种功德 但是现在你满有福报的 福报还可以 但是这来自于你执着的追求 挺好的 继续吧 坏了 没了 那种事 我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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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